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这世的耶稣主耶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 名画背后的圣经故事第四集 意大利文艺复兴三节之一的 拉斐尔的大作 耶稣显圣荣 目前这幅画 陈列在梵蒂冈博物馆内的美术馆 这幅画是1516年 拉斐尔受到当时的苏基主教 儒略梅蒂奇的委托 为法国南部的城市 纳伯纳的圣尤斯多主教座堂 所创作的祭坛画 这位苏基主教 也就是日后的克莱蒙七世教宗 画作中 基督那充满生命力的强烈目光 吸引了每一位停留在画作前的观众 正是这个目光 陪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 拉斐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拉斐尔于1520年离开人世 当时这幅画就摆在他的床边 耶稣显圣荣是拉斐尔的最后一幅遗作 这一幅耶稣显圣荣 是拉斐尔的许多画作中 被誉为最优秀 最美以及最神圣的创作 同时也标志了拉斐尔作为艺术家 子叶生涯的顶峰 画中人物众多布局复杂 拉斐尔以高度提炼的手法 使主题得以突出 整幅画是将画面采取了二分法 将天地分隔并且相互关联 上半部的主题是根据 马太福音第17章1到5节所记载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上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 向他们显现 捅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您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您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而且有声音呢 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的 耶稣在大伯尔山 腾云而起 显露真荣的瞬间 充满生命力的强烈目光 象征着基督的纯洁 与救赎的力量 摩西 摩西和以利亚 向他飘来 耶稣的门徒约翰和雅各 跪在右边 大弟子彼得 跪在左边 拉斐尔撒费苦心的 将祥和与躁动 光明与黑暗 巧妙的融合 画面的下半部分的主题呢 是根据马太福音17章14到18节 耶稣和门徒 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跪下说 主啊 怜悯我的儿子 他害癫痫的病很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 他们又却不能医治他 耶稣说 唉 这又不幸 又被谬的时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了 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画面上门徒们 和浑身肌肉紧绷 被鬼附着的孩子 与他的家人们 分成两个阵营 一方激烈地打着手势 另一方则显露出 吃惊的面目表情 黑暗混乱的场景 象征着人类的缺陷 拉斐尔撒费苦心的呢 将祥和与躁动 光明与黑暗巧妙地融合 画面上下部分 形成强烈的对比 透过这幅画的构图 连结多重主题的能力 都显示出拉斐尔功力的深厚 哲学家尼采 在他的悲剧的诞生艺术中 将这幅画解读为 九神与太阳神精神 相互依存的形象 十六世纪的画家 和传记作家瓦萨里 在他的《意愿名人传》中写道 耶稣显圣荣 是拉斐尔最美丽 最神圣的作品 也有艺术评论家认为 这幅画吸收了 具有科学眼光的达文西 还有拥有神之手的 米开朗基罗 两位同时代的大师的记忆 非常的多元化 这就是拉斐尔的遗作 瓦萨里还提到 这幅具有生命力的画作 与失去生命的躯体 形成强烈的对比 看了令人悲痛欲绝 1520年4月6日 拉斐尔在自己37岁生日当天 与世长迟 教皇同意依照拉斐尔的遗言 将他埋葬在万神殿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在您面前 我们常常没有去好好的省思 您为了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不懂得敬畏您 任意对待您的救恩 以至于我们常常在人生的旷野中 不断地漂流大转 求主救我们 求主赦免我们 让我们常常敬畏您 并且敬畏您十字架救恩的大能 好叫我们的生命 可以被你十字架救恩的大能改变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传给更多的基督徒与牧道友 一起为主传福音 感谢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 名画背后的圣经故事第一集 林布兰的《浪子回头》 第二集《米勒的十岁》 还有第三集 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 欢迎您的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不要忘了按赞 谢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